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的节目从吃开始说起 过去我们常常形容餐桌上的好东西叫山珍海味 比如像什么鱼翅 燕窝 海参什么的 但是过去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讲 这些东西只能想想 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这样的山珍海味 已经走进了普通百姓家庭 走上了我们的餐桌 你比如说海参现在在市场上 每千克的干海参价格大概是800元到3000元不等 而沿海的很多村民看中这样一个机会 也都开始通过养育海参苗来支付 在山东蓬莱当地村民赵学良这两年就贷了款 并且建了厂准备养育海参苗 赵学良的家离海边只有几十米的距离 2004年他盖了车间 又跟同村的人合伙请了技术员 开始了海参苗的养殖 在赵学良的照看下 2005年秋天第一批海参苗培育成熟可以出售了 可这时候出现了问题 你现在下面看这圈子还是苗 可以取售了这个苗 但是就是比这个时间还能早一点吧 就换水那个以后 苗全部就从这个板上 全部脱落了 全部清底 海参养殖是从卵培育成苗 最后放到大海里的过程 赵学良的场子是育苗的 可是第一年海参苗死亡了一半左右 赵学良感觉可能是第一次养殖没经验 所以他也没太在意 又勾进了一些海参卵 可是第二年秋天收获的时候 相同的情况又出现了 第二年的死亡率高达80% 让赵学良请来的技术员也很是奇怪 赵学良回忆说 养殖用的海水也不正常 所以上面以后 咱们写来看 就跟一层油脂似的 而且整个车家里边 这个农药就吸着三两多 养海参苗用的水是直接从海里抽上来的 怎么会有农药味呢 而且周围的养殖户和自己一样 都是从海里抽水 为什么只有自己一家的海参苗死亡了呢 赵学良养的海参苗大量的死亡 而且他的厂房里 还有一股特别浓的农药的味道 如果说是海水有问题的话 那为什么偏偏是赵学良家的海参出了问题 旁边邻居家的没事 赵学良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提醒他说 会不会是有人在背后动了手脚 赵学良反复考虑 既然大家都是从海里抽水 别人都没事 肯定是有人在自己的水里做手脚了 沙绿池是用来过滤含水的 从海里抽上来的水 经过沙绿池里的砂石过滤 最后才能进入养殖车间使用 养殖车间是封闭的 外人不可能进来 而沙绿池是露天的 只有这里会出现问题 为了防止有人在自己的沙绿池里做手脚 赵学良把本来就有两米多高的沙绿池 加了盖子上了锁 还做了很多防范措施 虽然做足了防范措施 可在接下来的两年中 赵学良家的海参苗 海参苗还是到快要收获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的大量死亡 海参苗连年出世 这让赵学良再也坐不住了 今年五月 他到派出所报了案 通过调查警方认为 赵学良的海参苗死亡应该是人为的 而且问题就出在水里 赵学良已经排除了沙绿池的问题 那么还有哪里是被遗漏的呢 既然是水的问题吧 那可能就是从这个沙绿池到海边抽水这一段 那是不是可能这个水管被人做了收脚 我们就把这个重点放在这方面 沙绿池的水是从海里直接抽上来的 据赵学良说 入海口的管道是他新换的 应该不会有问题 而剩下的管道埋在地下两米多深 那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咱过来在这个海边 正看这个抽水管进口的时候 听到这个身后局就有嘶嘶的响的声音 因为当时这个响 响那个声音大概方位就是在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正好就是赵学良 告诉咱他的抽水管经过的这一块路程 根据这个生涯呢 他找到一段吸管 什么样的管 当时大概有一只粗细左右的一个白色塑料管 就是平时农村那样弄来打农药的那种吸管 声音就是从那出来 对 声音就是从那个吸管里出来的 这根发出声响的管是怎么回事呢 民警们觉得可疑 就顺着这根吸管往下挖 挖了大概两米左右 然后咱就是找到那看那个挖到那个赵学良那个抽水管上 然后就发现这个管 这个小细管 这个软管接在那个抽水管上 这根细管是接在赵学良的抽水管上的 而赵学良说 在当初铺设管道的时候 根本没有这根小细管 警方怀疑 有人通过这根细管做手脚 海参苗的大量死亡 或许就跟这根细管有关 那么这是谁接上去的呢 咱的怀疑就是周围周边的人 周边的周边的邻居 可能是在这里做的这个事情 抽水管道深埋在地下两米多深 而且周边好多人家都养殖海参苗 管道错综复杂 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哪条管道通向谁家 只有是附近的人才会熟悉 海参苗意外死亡的原因终于查清楚了 正当民警准备开始走访赵学良的邻居的时候 赵学良说 不用了 我知道这事是谁干的 那么赵学良所说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不会有别人干的 不会有地人干的 那是谁 就是我东门的邻居 赵学良说的邻居叫赵东 当初在建厂的时候 两个人因为地皮产生了矛盾 几年来关系一直不好 就在警方把怀疑的目光聚焦到赵东身上的时候 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 赵伟总的问 跨了个电话 当初就叫我们去调了 说话的人老陈和赵学良是一个村的 他说 就在警方发现赵学良的抽水管有问题的当天晚上 赵东托人找到他 要他帮忙从中间给调和一下 赔给赵学良点钱 原来赵东是不打自招 他怕事情闹到警方那里 自己无法脱身 这才想到要和赵学良私了 于是赵学良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给了警方 而正当警方决定找赵东来问话 却发现赵东跑了 通过调查 警方发现赵东在青岛一带活动 于是赶到青岛将赵东抓获 这就是嫌疑人赵东 他为什么要对赵学良的育苗厂下手呢 在笔录上赵东是这样说的 我和赵学良分别进入羽苗厂市邻居 几年前在土地使用上有一些就愤 然后呢 我趁他不止疑 在他的抽水管道上钻了个孔 结了一根吸管 原来赵东是为了报复赵学良 在他的抽水管上偷接了根吸管 通过吸管下药 造成赵学良的海参苗大面积死亡 目前赵东已经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 被警方拘留 破坏生产经营罪 是指以泄愤报复 或者以其他个人目的为出发点 毁坏机器设备 或者残害耕畜 或者采用其他的手段 破坏他人生产经营的行为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管制或者拘役 如果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赵东为了解私愤 给同村村民赵学良 带来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损失 看来这样一个刑事责任 赵东是逃避不了了 我们常常说 这个好的刑警在办案的时候 能够发现一个案件的蛛丝马迹 这个蛛丝马迹形容的 就是这个案件的所有最微小的细节 能够发现这样的细节 并且能通过这样的细节 为本案甚至是其他的案件 找到破案的线索 那这样的刑警 我们往往形容它有一双火眼金睛 去年六月份 山东烟台的警方 在办案的过程当中 犯罪嫌疑人的一个非常细微的举动 就引起了办案民警的关注 2008年6月 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破获了一个盗窃机动车的团火 案件侦破后 民警发现 在抓获的三个嫌疑人中 有一个人神情很不正常 警方意识到 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吸毒者 便立即对他进行尿检 尿检结果证实了警方的猜测 这个吸毒者的毒品从何而来 警方暗中对这个吸毒者展开了调查 得知这个情况后 警方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 背后很可能有大的贩毒网络 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开始调查这个叫屈心有的人 得到这条线索后 警方并没有立即惊动屈心有 而是悄悄的对他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 力图摸清他背后的贩毒网络 这样的侦查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 就获得了一个城堡 就去身后 从青岛 通过关西印 这个从广东 购买的毒品 在青岛调 调以后呢 他携带毒品 又返回燕台 那么我们就从青岛 一直到这个 燕台 整个沿线 我们多处 那个设置了设服地点 2008年11月27日 在接近燕台的一个收费站 警方成功的截获了屈心有的车 车里有毒品300多克 从广东给他送货过来的王某 也被当场抓获 他就是屈心有 山东福山人 屈心有 以前做点小生意 本来生意还很红火 后来因为吸毒 把家产败光了 自己就开始以贩养息 经过连夜突审 警方发现 屈心有真正的上线 是广东的一个叫阿彪的人 真实姓名叫赵向彪 警方立即赶赴广东 查找阿彪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警方成功的将阿彪抓获 阿彪安徽省还远线人 经审查 阿彪不仅给屈心有提供毒品 还给另外几个贩毒团伙提供毒品 根据阿彪和屈心有的交代 警方顺藤摸瓜 共破获了包括屈心有团伙在内的 16个贩毒网络 抓获毒贩160余人 毒品交易总量达3600多克 涉及到广东 吉林 辽宁 多个省份 以及山东青岛 维方烟台市范围内的11个县市区 就只有我们烟台市范围里 贩毒的网络 它往往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互动有无 那么我们通过这条案子 把他们互相交叉结果的 16条16个网络 给它摧毁了 可以说是对烟台的贩毒网 有资料显示 现在全球每年的 这个毒品交易的金额 达到了5000亿美元 50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 我们都知道石油 在全世界是一笔大买卖 但是每年 毒品的这5000亿元的交易额 已经超过了全球石油贸易的交易额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毒品不但毁灭自己 祸及家庭 而且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所以在我们国家法律当中 对于毒品犯罪是严厉打击的 你比如说我们国家刑法 第347条就明确规定 走私贩卖制造运输 海洛英或者甲鸡本饼案 或者其他种类的毒品 达到一定数量 将会判处15年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所以还是那句话 真爱生命远离毒品 感谢您关注本期说法周谈 下周第一时间 再见